由於林口電廠廠區面積較小 在這次的更新擴建計畫中 特別設計了穿越西濱快速道路的地下書梅廊道 將燃料從碼頭運送到電廠 為了強化擋土止水的功能 書梅廊道工程採用管木工法作業 先將鋼管推入岩層中作為支撐 再將中間的廢土清空 整個過程十分精密 卻是耗時又費力 那我們管木的施工方式 它的最主要是做先撐然後再後挖 這是屬於比較安全的施工的方法 在我們這個管木的施工裡面 遇到了蠻多的困難 包括它的土層的軟粒石層的問題 還有底下有一部分是 由擬岩、葉岩、沙岩的複合式的地層 造成我們施工的不確定的因素會很多 由於預定開挖部分的岩層質地複雜 稍一不剩就可能造成坍塌 經過多次嘗試後決定捨棄機具 使用人工方式開挖推進 工作人員需要鑽進直徑只有80公分的鋼管中 使用小型的工具清理館內的廢石廢土 不只潮濕悶熱 職業傷害更是難以避免 這邊土質比較不穩定啦 有流水沙 上面都是大石層 都扛不起啦 都要布繩一顆一顆弄出來 有一顆都一米多的 高度都五六十公分 它因為現在有流沙層最底下都很難做啦 有時候一沖爆的話 挖兩米它就沖一米過來 都一直在那裡行為 所以速度比較慢 就算一天工作六小時 每人最多也只能挖1.5米的土石 顯見工程的困難和複雜 林口的樹梅廊道是電廠第一次使用管木工法作業 也是全台灣最大的管木工程 在寫下新紀錄的同時 也讓我們給辛苦的施工人員鼓勵的掌聲 台電公司 新北市報導